把门把门 你们要的妙蛙花来喽 公开马和队伍配置详情 仅供参考 对手手发多龙 上啊 巨爪怪 用隐形岩 多龙歇手的龙剑效果一般 但是击中要害打了巨爪怪大半血 巨爪怪闻诱果 触发恢复血量 并且成功用出隐形岩 巨爪怪用拍落 巨爪怪还是豆肉成功接下了多龙的第二发龙剑 巨爪怪的胎落效果绝佳 打了多龙大半血 巨爪怪速度慢 没有出小拳 多龙的龙剑带走了巨爪怪 好机会 那么接下来就决定是你了为金君主蛇 直接太金化 用飞夜风暴 这 君主蛇先手的飞夜风暴没有命中 多龙的龙剑打了君主蛇搭半血 君主蛇继续飞夜风暴 我的天 君主蛇的飞夜风暴再次miss 蛇姐居然白给 这就很尴尬了 宝门话说有时候90命中的招式还真是和30命中没啥区别 那么接下来也没有精灵能过速多龙 只能靠肉盾试验咆哮虎 威吓特性对横径之躯多龙没有效果 试验咆哮虎滴滴金勾臂 多龙的龙剑再次击中要害打了试验咆哮虎大半血 试验咆哮虎用滴滴金勾臂带走了残血的多龙 对手第二只精灵是美纳斯 那么回来吧 试验咆哮虎 接下来就靠我们今天的主角妙蛙花了 美纳斯第一个技能是水流管 妙蛙花用花伴舞 很好 妙蛙花先手的花伴舞 效果绝佳秒掉了美纳斯 对手第三只精灵是九尾 漂亮 妙蛙花成功接下了效果绝佳的喷射火焰 反手用效果不好的花伴舞秒掉了九尾 原来是击中要害了 眼镜妙蛙花配合叶绿素特性还是很不错的 别看妙蛙花长得很慢的样子 速度种族值却有八十 漂亮 妙蛙花先手的花伴舞直接秒掉了轮琴猫 妙蛙花一穿三 对手第五只精灵是九尾 特性降血 九尾速度快先手的激动光线 带走了残血的妙蛙花 那么接下来就决定是你了试验咆哮虎 用大晴天 试验咆哮虎接下了魔法闪耀 反手用出了大晴天 很好任务完成 九尾的魔法闪耀带走了试验咆哮虎 那么接下来就决定是你了火焰机 用看穿 火焰机的看穿挡下了九尾的神通力 并且触发刻性加速 目前已经过速九尾了 火焰机火焰梯 火焰机的火焰梯效果绝佳 秒掉了九尾 对手最后一只精灵是耿鬼 隐形莲伤害了耿鬼 火焰机火焰梯 很好 火焰梯成功命中 秒掉了耿鬼 这就是妙娃花